Let's go 把你拔几个美梦 从你的龙龙的白梦 我们都有觉悟 要疯狂到日出 我们全身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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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D摇滚天团五月天 终于在窥为了近日以后 带着作品九号强势回归啦 而这次主打着回忆的 全新专辑 从发片前 在西门町举办的首唱会 就少带大家回到十七年前 五月天连续四周的周末 在西门町举办 占领西门町街头演唱会的那一年 那个与大家第一次相遇的 1999年的夏天 如果我们总不曾消失 不存在这首歌曲 每秒的活着 每秒的死去 每秒的围着自己 谁不曾调寻 谁不曾怀疑 茫茫人生奔向何地 那一个那一个那个场景 你出现在过生命 从此后藏眼闪出新的意 从我不失离所幸 各位西门町的朋友们 今天很特别 因为这样子的场面 很久没有发生了 对我们来说 你们能够来 然后我们能够在这边 真的对我们来说是意义非凡 我们在红館 红开然的上台前 现在已经没有那么紧张了 然后小巨蛋也没有那么紧张 高雄的市运组唱馆 也没有那么紧张 但今天在西门町举办特别紧张 为什么 一方面太久没了 一方面是 因为是售票影像会 大家买了票 一定看到最后 可不可以跑掉 那今天我看后面的 很后面的朋友 现在尾巴看不到尽头 如果五月天在台上 表现不好的话 他们马上就转合去吃街骨了 我在你守候的高架 一晚一定不尴尬 从第一张专辑的《志明春娇》 唱到了第九张专辑的《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五月天一路走来十七年了 他们想要用音乐 改变世界的初衷 也一直都没变过 所以不管台下是三百人 一万人还是十万人 五月天都用拱狼精神 陪着五名度过那些年 与五月天的青春女会议 队友源 就可以回到双部MING management 還有 外有 石頭 還有我 還有 還有你們 1 2 3 GO 我們要結尾嗎 還是這樣放任你們唱下去 到五月天70歲的時候 再回到西門這裡 是的加入五月天 一點都不難 一點也都不晚 那如果你錯過7月17號 萬人佔領西門町的八片首唱會 那7月21號 也就是今天發行的新專輯 你能錯過嗎 完全二綜合報導